要炸一盘酥脆好吃的薯条 最完美的油温是190度C 今天狐狸猫准备了1000公克的油 想炸一盘好吃的薯条 它想起先前用同样的稳定热源 煮1000公克的水 从室温25度C开始加热 10分钟就可以到达100度C 所以狐狸猫推测要把相同质量的油 从室温25度C加热到190度C 大约需要20分钟 为了准确控制油温 狐狸猫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量测一次温度 没想到才加热4分钟 油温竟然已经上升到100度C 狐狸猫十分惊讶 但它确定这次的热源 和上次加热开水时的强度相同 也确定油与水的质量都一样 那为什么相同质量的油、水 吸收相同的热量后 上升的温度却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其实相同质量的不同物质 吸收相同热量后 温度上升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以狐狸猫榨薯条的例子 当用同样稳定热源 加热油和水时 你会观察到 油上升的温度比较快 水上升的温度较慢 换句话说 要一公克的物质温度上升 所需的热量和物质的种类有关 而科学家将物质温度变化一度C 所需吸收或放出热量的多寡 称为该物质的比热 代表的符号为S 比热的定义为 使一公克物质上升或下降一度C 所吸收或放出的热量 单位为卡克度C 也就是卡克度C 由这个定义 我们可以知道 若有一个物质的质量为M 吸收或放出热量为H 物质上升或下降的温度差 为ΔT 则该物质的比热为 S等于H除以M乘以ΔT 在了解比热后 狐狸猫想知道 油、水、哪一个的比热比较大 以至热源每分钟提供7500卡的热量 1000公克的水 从室温25度C开始加热 10分钟可以达到100度C 代入S等于H除以M乘以ΔT 则可以得到水的比热为1卡克度C 而1000公克的油 从室温25度C开始 只要4分钟就可以达到100度C 代入S等于H除以M乘以ΔT 可以得到油的比热为0.4卡克度C 因此可以知道水的比热比较大 从刚刚油、水、例子中 我们可以知道 比热大的物质温度上升较慢 比热小的物质温度上升较快 由于水的比热比大多数的物质还要大 因此提供相同热量时 水温上升的速度比一般同质量的物质来得慢 而放出的热量相同时 水温下降的速度也比一般物质来得慢 因此在生活中 水常被用于保暖或冷却 像是自住餐店 将盛装食物的餐盘浸在热水中保温 或是汽车利用水来冷却引擎的温度 为你做个小整理 比热是一公克物质上升或下降一度C 所吸收或放出的热量 相同质量的不同物质 比热大温度上升和下降较慢 比热小温度上升和下降较快 最后给你一个小问题想想 因为海水与陆地的比热不同 所以地球的气候也深受这样比热差异的影响 请你想想看 为什么AB两个位在相同纬度的城市 平均温度却有所差异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